预期的恒指都会高开 消息面好像是利好的 但现在又是传统的五穷月 你怎样预视恒指后市的走势呢? 其实首先我们五穷月 我们未必放得这么重 尤其是我们看到 就算是sell in May 这些东西 首先通常都要是 前面那些月份做得不是那么差 才比较明显的 是 还有通常是外围比较明显 有这个pattern多一些 第二 如果你说是事实上 我们其实过去这几天 有很多利好的消息 但是又这么说 因为其实我们是一直开着市 是的 其实应该有部分炒了上来的 尤其是你看到一些 平台经济那些 其实就已经令到那个 某部分的股份 其实又怕完之后又立刻急升 是不是? 那第三 其实你说内房上面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 或者由三月中开始都跟大家说 我们经常都是看着一件事 就是看着那些高 就是亚洲高息债 嗯 看看究竟市场 怎样去反映 究竟内房上面 无论利好利淡的政策 我会这么说 比较中性一点的 中性其实不是差的 因为其实 虽然说 刚刚说的那几天 内房政策 好像 OK 但是其实都曾经有不OK的 就是过去 如果你拉长一点过去这两个多星期 有时候都出了一些负面消息的嘛 但是其实那些高息债呢 就挺稳定的 是的 所以我会说内房 在你暂时不是市场的焦点太厉害 好了 那第四样 刚才你说到的回率 是的 或者是货币 那我会这么看的就是 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消化了 就是内地未必可以走向 从外面相差太远 就是说 我记得上次都已经有说 其实大家原本是 调节着就是 年初大家觉得 外面要收水 内地要不断地放水 但是其实上次上来都说 其实市场已经发觉不行 最多是中性一点的货币政策 因为 当你那个divergence太大 你的回率就会跌得很快 是的 你见到其实 这段时间 我估计可能一蓝指 令到人民币 就是跟着 Yen 和euro 就是欧罗 那段时间一回 就是特别那段时间 是第二 他捱了 就是顶得顺多久 是 去到最后那一阵 就是Yen 欧罗 杀得最 最后那一阵 如果近期看 他才是跟回 是的 但是 那个时候去看就是 现在你的人民币 其实你今早都上回6.62了 是的 变成了其实我觉得都会有利好帮助的 是的 最重要的 还有我们刚才都说了几次 就是内地的疫情管控的消息 只是市场 我估计短期里面最看的东西 因为那个情况才会控制到大家去想 经济究竟内需会怎样 是 究竟会不会拖垮整个 环球衰退的情景 那些 现在你看到内地都不断尽量 怎样都尽量给一些东西复工 是的 有些白名单 是的 其实那些证明是 尽量都在做一些东西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会这样看 我不敢说 所有东西会一起 炒得很轻合和 但是正如 只要市场不是太差 个别某些主题 例如之前有提过的旅游的主题 应该比较容易跟外围走的 是的 如果你说要看 刚才你说的那些 是比较内地政策一点点的 那 我未敢很大胆地去博一些平台经济 是的 那譬如说恒指的走势 你觉得未来会在什么水平上落 好的 恒指的走势其实 在短期里面 除了刚才你提到保力加通道 那个中族之外 其实你大概可以拿 过去几个月 有一条下降轨的 那那个高位 就简单一点 其实如果今天 可以升穿213 就是站稳213 就是前天的高位 其实就突破下降轨的 是的 如果这个模式可以走到出来 我觉得最早排的那个顶 应该可以再试高一点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恒指虽然说 整个四月回了下来 是的 但是其实如果你计算最近期的这个波缝 其实你当有机会是在高低脚的 第二个就是刚刚由 就是三月的低位 去到四月的高位的时候 拉个黄金比率就是0.618 如果你是好优 你看到估值这么便宜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这个部署 就是拿着0.618 这个做你中线的 防守止息位 我自己这么看的 港股 金益1000点应该比较困难 我都想 但应该比较困难 但是最少我会看到某些 就是刚才也说到 你在香港 要是如果你要炒外围复苏的概念 上次有说过就是新秀例 是 1910我们自己都有持有的 你说本地点的 另外一个策略就是选择本地点 像你们刚才的推介 都是本地点的股份 息率高点的股份 我们自己就选择领前的 这两个暂时都没有变 我们上次在这里说 今次都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先看 但是你说 我们暂时 之前也有说 我们会当中港股 现在这段时间 是在打一个中期 它就真的更加像打底格局 是 就是之前 我们想着美股是建底格局 是 港股也是 大家一起打底格局 但是真的 你很多另外的概念 你就要看着 中国疫情那个 管控的情况 如何慢慢放松出来